比如說我今天我這地方不希望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喔 這裡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這個資料驗證 你可以把它直接寫在裡面 直接寫在裡面 那寫在裡面的方法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要直接寫在裡面 你可以這樣子 1-2-3 直接像這樣子 中間加一個豆點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 變成裡面的一個項目 那你直接這樣子1-12的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往下也會出現 那這個是一個固定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的資料 要固定在裡面的話 像其實說真的 月份會改嗎 不會啊 不會今天12個月 明天變13個月 不可能啦 它一定是固定的 另外年的部分呢 如果也要固定的話 一樣的方式 在驗證裡面呢 直接就打上去就好 那特別注意呢 不要有等號 你直接就key什麼呢 2000 豆點2001 意思類推 豆點2002 假設我先三個來做代表好了 那這邊點下去呢 就會有三個 2000 2001 2002 那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 也適合就是說 適合就是在那種 資料不會變更的狀況底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需要再額外 再做一個清單出來 所以這裡我想你們試試看 可以把這個清單呢 做成固定的 過定的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